今日要修理一部小電腦 需要將整部機拆解才可解決 这种电脑可用作远路由或客厅小电脑 亦可用作工业用途 非常漂亮的全铝合金机箱 低功耗,无风扇设计,无凡人风扇噪音 只有手掌大小 因小电脑每次开机都时间重设 所以需要拆解更换一个小零件 开始拆解 先拆除WiFi天线 这粒小电池是维持关机后的BIOS时钟运作 需要将电路板取出才可拆除电池接线 拆除固体硬碟 拆除硬碟 拆除Wi-Fi卡 拆除Wi-Fi卡 拆除记忆体 拆除4条铜柱,就可取出电路板 终于可以拆除小电池接线 非常漂亮的CNC工艺机箱 量度一下小电池电压 正常是有3伏的,明显电池没有电量 换上新电池前,顺便更换处理器的散热膏 清洁构散热膏 清洁的电池 逃上件竞级用的散热直支 插上新电池 处理器附近的螺丝不可一下子扭緊 要轻理器附近的螺丝不可一下子扭緊 直逐一扭緊,直到全部扭緊為止,好多材料一下子扭緊單粒螺絲,導致處理器芯片開裂,整部機就報廢了 下次有時間,再製作如何玩轉軟路由,請訂閱關注 頻道主頁,還有其他實用教學,歡迎留言分享及訂閱,感謝收看